我剛剛看誰沒有聽我的話 最後一台的 你們聽見我剛剛說什麼 我在說什麼 手上的東西放下 而且手上的背後 沒聽見 現在真的把你的手放背後 我們最近做的東西有關於鑄體和椎體 有一個地方呢 我們先做調整一下 然後再繼續 你會發現課本現在都要問我們 有幾個邊 有幾個 好現在都會考你這個觀念 我再說這一次 現在課本都會問你 有幾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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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鑄體或椎體 有幾個面 有幾個邊 有幾個頂點 這三體把它 再熟悉一下 有幾個頂點 好來把鑄體跟椎體 哎呀很快的能夠講出來喔 這個呢都是根據什麼來回答呢 都是根據 底面 請問鑄體有幾個底面 兩個 鑄體有幾個底面 一個 好 根據底面是什麼 形 來稱呼這個鑄體 裡面是 一二三四 裡面是五邊 你把它叫做 五角 裡面是五個邊 你把它叫做 五角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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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現在就根據這個五 五 好看一二三四五 現在根據這個五來回答 好 五角鑄的面 很快的 面 要加還是要乘 面有幾個 面跟五有什麼關係 好 面跟五有什麼關係 五加二 你看黑板 鳳兒我知道你會 請你看前面 彥晨也請你看前面 你為什麼手在寫字 手放背後 你不會你就放著 那個不太會就放著 好 這個答案 跟這個五有關係 五邊形 五加幾還是乘幾變成面 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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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就不要動 好來 五邊形 有幾個面要 這邊它的側面就會有五個 從講 我覺得全面很專注 好 來 又是比較重了 都看前面 這個是五邊形 由這個數字五開始 由這個數字五 都跟這個數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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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邊形了 五 好 有幾個面 五怎麼樣 五加二 五加二 因為有五個邊 就會有五個側面 五個側面再加上面的底 下面的底 所以這個面是 五加二 再列次來說 五加二 五加二 好 好 現在在講到處的邊 跟五有什麼關係 邊 這叫面 什麼叫邊 這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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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線 一條線 五 怎麼樣 三 五乘以三 因為有幾個邊 這邊有幾個 五邊形 它就會有五個側面 五個側面就會有五條邊 這第一個五 它上面這邊也會有一個五個邊 下面也會有一個五個邊 出現了三次 五個邊 眼睛沒有看前面的還有這麼多人 所以老師再重講一次 這個邊和五有什麼關係 邊是指這一條線 一條線 這裡有一條線 這個叫做邊 那你看 因為這一個是五邊形 所以它有五個側面 當然這個磁線就有五個 那這個底它有五個邊 這個上面的底也有五個邊 五出現了幾次 三次 所以這個邊要五乘以三 好來講頂點和五有什麼關係 沒有 好頂點就是這個尖尖的 這一個底面 和我要去看這裡 這個底面 五邊形的底面就是五個點 五個角 五個點 好來 上面的底有五個點 下面的底有五個點 還有沒有其他的點 還有沒有其他的點 沒有了 所以呢 五邊形 五角柱 五角柱 就是看到五 五乘以二 所有的題目現在都會問你這樣子 幾個面 幾個邊 幾個點 或者它的順序是幾個面 幾個點 幾個邊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到追了 下面講到追了 好 這是五角追 請問有幾個面 跟五有什麼關係 加一 看這裡喔 因為是五邊形 所以還有五個側面 再加上一個底面 五個側面加上一個底面 所以它的面是五加一 這邊是上下兩個底面是五加二 好來看細線這個邊 跟五有什麼關係 三二 好 因為這個側面就有五個邊 這個底面也有五個邊 它不是角柱 角柱的話再加上這個上面還有五個邊 那這邊只有兩個 五個邊出現了兩次 乘以二 五個邊這邊出現一次 這邊下面出現一次乘以二 好 最後我們講它的領點 領點和五有什麼關係 加一 因為是五邊形的 底面有五個領點 再加上追有一個領點 所以是五加一 好 這是全面整個重點 好 那再講一個重點的呼吸 角柱體的特色 角柱體的特色 兩個底面怎麼樣 不相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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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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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一樣 就是全等 全部相等 平行又全等的兩個平面 兩個多邊形 再加上剛才你們講的 還有一個特點 老師補充還有一個特點怎麼樣 垂直要怎麼說呢 垂直要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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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的說法可以說 底面看側邊垂直 垂直 注意聽喔 垂直的說法可以說底面 對 你們沒有看這裡 管人掉他在桌上 黛玉人的手放背後 我先看這裡 垂直怎麼說呢 可以說底面和側邊 這兩個都是面 可以說底面和側邊是垂直的 也可以說底面和邊 也可以說底面和邊 還是垂直 這個垂直可以面跟面的垂直 也可以是面和邊 每一個邊的垂直 好